真的谢谢你们关心 我们是现在还是很好很好的朋友 蓝正龙以电影成功补习班 导演身份献身台北电影节 也亲口证实与周又廷婚变讯息 我们都很好 我昨天刚回来一下飞机 我就去大直找他们 他们现在住在大直 那我一个人住在原本的家 那我知道 周又廷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生 她很有她自己的想法 我是尊重的 亲口认了两人已分开 近期她飞往大陆参加披荆斩棘的哥哥三 离台时不忘先探望周又廷 也透露两人互动 她那一天告诉我说 你要台北电影节了 怎么会这样 我跟她说你不用担心 我会好好去面对 表示彼此个性低调 不想私事影响到公众事务 两人在6月27已经暴离婚 外传是因为蓝正龙想完成导演梦 甚至差点将房子拿去贷款 现在工时的关系 那我们拍摄的成本变得非常高 然后市场又有限 所有很多很多事情 我们必须要一个一个去面对 其实蓝正龙周又廷在2013年合拍为电影 当时认识13年的两人意外擦出火花 在隔年登记结婚 婚后南方继续演戏 周又廷几乎淡出演艺圈 如今9年婚姻触交 原因并未多说 但强调依旧是好朋友 TVBS新闻张明如红亭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